一个好好的人不去贪哪来的烦恼啊 你想要这个你想要那个 要到后来要不到你就不是烦恼了吗 所以要使自己没有烦恼没有偏差 要有效的回避那些风险 所以你去看有些人很有经验的 他只要问这个事情有没有风险 他一听到风险我不干了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所以才能抵制自己的诱惑 抵制诱惑 举个简单的例子 为什么现在很多人贷款 房子贷款 他非常痛苦 为什么他进不起诱惑呀 哎呀可以贷款呢可以买房子啊 你去贷了款之后你还不出来了呢 这房子就收掉了 就不是你的了 你就痛苦缠身了 那么你抵不住这种诱惑 所以心动则物动 心静则物静 举个简单的例子好不好 把人家放在橱窗里的那件漂亮的衣服 你如果想买的话 你心一动 一件衣服就动了 因为你要买它它就动了 你如果心不动看一看你就过去了 它这件衣服还是老样子放在那里 对不对啊 你想买它了 它的价格就是你动心的一个源泉 所以师父跟你们说 一念余即般若绝 你一个念头非常愚蠢 你的智慧就跟你决断了 一念智即般若生 如果你今天一个念头有智慧 你的般若就生出来了 所以师父跟大家讲 你今天对这件事情很重视 你认为它拥有的 它就是拥有的在你眼前 如果你觉得这件事情根本对我来讲 我不在乎 我根本没有认为它是这样 它就是在你眼前就不存在 大家听懂了吗 举个简单例子 你觉得这个房子好得不得了 你非常喜欢你们看上了 你开始动脑筋啊 搞贷款啊 你动了很多脑筋啊 这个物品是存在的 等到你说 哎呦算了 价格这么高的 比它好的房子多得很的 你不把它当回事 这个大楼就不存在了 就在你的眼光里就不存在 就结束了 没有了 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 有的时候在心中就有 不在心中就无 很多的人间的物质都是虚空的 连人都是虚空的 我们到了这个世界 一切都虚空的 那么佛经上早就有说了 有解释了 就说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 这个物品 带不走了就不是你的了 对不对啊 你觉得可以带走吗 带不走 那就不是你的了 就算你拥有了 也会失去 所以 忘心不起 横处 寂灭之乐 什么意思啊 你今天对世界上 什么事情都不起一种贪念 和妄想得到的念头 横处寂灭之乐 也就是说你恒常处在 寂灭就是一种平安 安静的快乐当中 如果你忘心一动 你就会被禁忌所刺伤 所以有心皆苦 经上说的 有心皆苦 无心极乐 所以我们学博人 就是要管好自己这个心 所以真正学博的人 修行修心 修心修心 离不开这个心 所以管好自己这个心 让自己这个心 心无挂碍 你才能达到 无我的境界 时间过得很快 接下来呢 师父跟大家讲一个故事 当年佛陀在的时候的故事 一时佛在舍未成 这个鹿野院 有位著名的 很有名的国王 叫凡师国王 他在位期间呢 国泰民安 风调雨顺 牛肥马壮 整个国家呢 一派生机勃勃 非常好 繁荣昌盛 人们过着祥和的生活 不久呢 这个国王的皇妃呢 怀孕了 十月之后呢 生下了一个美丽 端庄的女孩子 非常美丽 非常美丽 端庄 宫廷内外呢 为他举行了 一个隆重的 赫生仪式 准备给他 做一个赫生仪式 就是诞生了 准备给他取名的时候呢 因为王家的 总姓呢 叫嘎西 嘎西 而他呢 又天生丽质 非常好 秀美非凡 所以呢 取名叫嘎西美女 就直接叫他嘎西美女 国王呢 特地呢 为他请了八个姨母 就照顾他的姨母 这个八位姨母呢 分别呢 管着诗喝 睡呀 玩耍呀 喜乐呀 精心地照顾 喂养他 这位公主呢 如海中的莲花 很快地成长 自幼呢 她就学习了各种 文武礼术 精识师父 对释迦牟尼佛 因为他学习经书嘛 所以他对释迦牟尼佛呢 升起了无比的信心 过去说 升起信心就是 看了这个书之后 哎呀 多好啊 哎呀 我真的 非常尊重这个佛陀 还经常借父母之力呢 他就供养三宝 供养三宝 佛法成功 这个时候呢 嘎西美女呢 青春方林 瑶桥淑女 她的美貌啊 堪称了世间第一 无与人比 以致周围的六国的国王啊 都知道她 六国王啊 都希望娶她 回皇宫 这个六国呢 就各派信使 往印度的凡师王那里 求通婚 那个凡师国王听后呢 心里呢 一下子不安心 心想 我仅仅只有一个女儿 如果我答应了 其中哪一位国王 其他的五位国王 一定会挑战我 将危及到 整个国家的成名 他有些担忧 故没有答应 任何一位国王 这六位国王呢 都非常的不悦 各自统帅的四大军队 向陆野院进军 准备抢人 有一天早上 凡师国王呢 突然听见城外啊 哇哇哇哇 哎呀 惊奇早展啊 车吹马龙啊 他登上城墙看的时候 眼前竟然是六个国家的军队 突然他觉得 一切都完了 内心万分的 焦急 拖着沉重的步伐 无精打采的 回到了房顶上 坐在那里 脱塞凝丝 在想啊 怎么办呢 着急啊 这时候呢 嘎嘻美女呢 来到 凡师国王的身边 见父王呢 满脸 忧愁 忙问 父王 你为何心事重重啊 哎 为你啊 为我 莫非是我 貌不够美啊 他还开玩笑 说他貌不够美 凡师国王苦笑地说 哎 孩子啊 不是因为不美 而是因为你太美了 六国竞相争取啊 我一一回绝啊 以至今天 六国濒临城下 这可如何是好啊 嘎嘻美女略作思索 就问 父王 女人有没有自己选择婚姻的权利啊 国王痛快地回答 当然有自己选择的权利啊 嘎嘻美女得到 开许之后 就是国王同意之后 就对父王安慰道 父王 请您不要担忧 你去告诉六位国王 我将亲自挑选他们 国王听完这些话 心里轻松了许多 就派了六个信使 将此事告诉了六位国王 请他们收兵 稍后几天准备参加候选 六位国王这时候 他们都骄傲地认为 嘎嘻美女 那一定是会选中自己的 因此他们都不约而同地答应退兵了 新时 报 国王 这六国全部退兵了 那国王在心里想 这次女儿啊 肯定要出嫁做王妃了 但不管怎么样 只要国泰民安 五心足矣啊 国泰民安就可以了 然后他的心慢慢地平静下来 那六位候选的国王 各自啊 兴建宫殿啊 然后找出各种各样的宝室啊 就是衣服啊 宝贝啊 砸在头上啊 戴上大象啊 财宝啊 和眷属啊 那个时候大家知道 大象就是代表的一个国家的威望 几乎是亲戚所有 准时那天来到了鹿野院 那么来了之后呢 他们各自站着一个方位 各自为政 然后呢 坐在狮子座上 等候着嘎西美女的到来 哎呀 大家都 你看我我看你 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最好 嘎西美女呢 真的来了 她穿着妙衣宝饰 骑着大象 徐徐的从城门出来 在每一位国王面前走过 然后呢 最后真诚的告诉他们 各位国王 我不愿与任何人 过世间真真假假的生活 我愿意礼拜 释迦摩尼佛 说完 一转头 骑着大象 走了 六位国王和眷属 看着他 姗姗离去的背影 深感失望 因为过去啊 他们非常的尊重宗教佛教 他们对佛陀非常的尊敬 哎呀 但是又一夕觉得 这位美丽的女子 怎么会不贪恋 世间的生活呢 又不愿意享受 人生的荣华富贵呢 居然情愿归于佛陀 所以凡师国王和眷属们 也看到了 他的公主 嘎西美女的这个举动 他们半信半疑的尾随着 嘎西美女观其真相 嘎西美女路途中 能其相就其 不能其就徒步前行 一路风尘仆仆 终于到了佛陀的圣居 见到佛陀之后 他与佛族下合掌 恭敬顶礼 祈求 世尊 我愿在您的教法下出家 受此境界 为愿恩准 佛陀 欣然应允 叫来 众生祖母亲自教育 众生祖母是什么呢 就是专门负责 比丘尼的首领 全部管的比丘尼 这个众生祖母就给 这位公主 替渡出家 受巨族界 传授佛法 这位公主积累了资粮 精进修持 断尽了三界轮回的根本 证得了圣者罗汉的果位 在他的境界中 黄金和粪土 长同没有优劣 手掌与虚空无别 这手掌就是手的掌心 就是空的了 你们看看 师父曾经跟你们讲过 对不对 有一位很伟大的人走的时候 跟他的思维观说 等到他走了 叫他把他两个手 放在棺材外面 让大家看一看 就是我这么伟大的一个人 走的时候也是两手空空 对不对 所以就是告诉大家 两手空空 好像窝的东西 最后全部都要放掉 所以显空无二 诸天称赞 就是天上都非常的赞赏 尾随的人见嘎西美女 真的出了家 过去只要你出了家了 大家根本就没有这种婚姻了 所以大家都尊重 所以出了家了 并挣得了果位 大家都觉得 哎呀真的了不起啊 然后呢 嘎西美女 又前去佛前 礼谢 世尊呢 对尾随而来的人呢 传了法 就是大家一起来呢 世尊呢 跟他们传了法 这个时候呢 纵比丘呢 就问了 世尊 以何因缘 嘎西美女生帝王之家呀 又以何因缘 她如此的向好庄严呢 她又以何因缘 与如来教法生大信心啊 以何因缘 她又肃正胜过呀 佛陀就告诉他们 哦 这是她往昔的愿力啊 曾在贤劫人寿两万岁 人天导师 如来正等觉 家设佛出世的时候 路也愿 有一个施主 她妇虏多闻天子 施主家的儿媳 生了一个漂亮的女孩 她长大之后 对家设佛 生起极大的信心 借父母亲的力量 她修建了一座金堂 供佛和僧人 经父母亲的同意 她得以出家 一生中 她严守境界 精进闻思修行 临终前 她发愿 愿我今生中 布施 供养 慈戒 闻思等功德 能与生生世世中 生于富贵家 相貌 相貌庄严 并于 施家 世尊 教法中 出家 正 罗汉国 这位八院的比丘尼 就是 嘎西美女 以其往昔的 怨力成熟 今生于富贵之家 向好庄严 对我 生起 信心 得出家 为你 正得 胜过 佛陀 跟他们讲了 这么一个 因缘 就是告诉他们 人 要生起 清静的 大信心 看看我们 现在 每个人 都没有 愿力 很多人的 愿力就是 我要出名 我要富贵 看看 到庙里去求的 都是要求财了 求自己 怎么好了 都是为自己 而求 所以我们 每一个人 要懂得 烦恼 是求来的 欲望 造成你的 烦恼 欲望 会使你 伤害 你的 清静心 欲望 会让你 丢失 更多的 智慧 和福德 所以 远离 欲望 让我们 能够迎来 佛陀的 智慧 用观思音 菩萨的 清静心 用 佛陀 给我们的 佛法 指引我们 前进的 方向 这样 我们才能 远离 颠倒 梦想 我们 才能 一世 修成 报佛 恩 好 今天就跟大家 讲到这里 好 我们 下次 节目 再见 谢谢大家 欢迎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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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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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